大家好排骨不管怎么做切记不要直接焯水教你一招排骨鲜嫩多汁不行也不柴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排骨非常好吃的做法下面开始操作先往排骨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然后加入清水让食盐化开把排骨泡在盐水里面浸泡10分钟 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泡好之后冲洗两遍把排骨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 冷水下锅可以使排骨受热均匀才会慢慢的将内部的血腥很好的释放出来 上面漂浮的这个浮沫漂着的就是排骨内部的血腥释放出来预热然后形成的 这就是排骨腥味的根源把这些浮沫煮出来这样排骨就没有腥味了 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然后把排骨捞出再清洗两遍清洗干净 我们看一下处理好的排骨不管是用来煲汤还是红烧做出来都是特别的鲜嫩不行也不柴 把排骨放入砂锅加葱姜和干辣椒再加入一包红烧料既能上色又能调味再加入半罐啤酒 加入适量的清水冒过排骨盖盖小火炖一个小时时间到了打开看一下哇真的太香了 然后大火收汁再撒上一点葱花和白芝麻非常美味的红烧排骨就做好了 鲜嫩多汁不行也不柴真的是太好吃解馋了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那么见了